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9月9日 这一期热点深度 继续关注孙文案 孙文这位曾在纽约州政府高层任职的女性 如今因被控充当中国代理人而被捕 从她在华裔小姐竞选中的亮相到如今的法律纠纷 这段旅程充满了戏剧性 报道指出 孙文在2002年怀着成为联合国大使的梦想移民美国 但20年后 她被指控利用自己的公职非法为中国政府牟利 甚至试图阻止台湾官员与美方接触 她的豪华生活方式 包括价值超过300万的住宅和2024款法拉利 成为检方调查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孙文 这位在2002年曾在纽约华裔小姐竞选中角逐冠军的年轻女性 曾梦想成为一名联合国大使 她的职业生涯从未偏离她对公共服务的热情 移民到美国的她 在14岁时帮助父母准备入籍考试 并在入学条件严苛的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就读期间 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活动 她在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学位 并在纽约市警察局社区外联部门做志愿者时 结识了孟诏文 并帮助她竞选纽约州众议员 孙文的朋友们震惊于她的突然报复 他们相信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人 因为自2013年婚礼之后 她开始戴上华丽的戒指和提名牌手带 她的前同事也回忆她在州政府工作期间 提到她的丈夫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然而 检方揭露的真相是 孙文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中国政府阻止台湾代表 与纽约州政界人士会面 并为中国官员赴美提供签证便利 她甚至在邀请函上伪造了 现任纽约州州长凯倩霍出尔的签名 以帮助这些官员获得签证 从孟昭文的办公室起步 孙文逐渐进入纽约州政府高层 并在安德鲁科默和凯倩霍出尔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她的工作内容包括与亚裔社区领袖和团体互动 翻译协调社区活动等 她曾领导唐人街一个移民支持团体的青年分会 因此获得过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颁发的服务奖 然而这样一个看似无可挑剔的履历背后 却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真相 检方指控她自2016年起利用植物之变 非法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并协助她的丈夫胡销 获取了数百万美元的好处费 这些钱帮助他们在纽约州曼哈赛特购置豪宅 在檀香山购买海景公寓 并购买了一辆2024款法拉利 此外 孙文还成功阻止了霍楚尔 在录制的《农历新年贺词》中 提及中国维吾尔族人被拘一世 她多年来对中国政府立场的支持得到了回报 根据起诉书和媒体对孙文的访问报道 她经常前往中国 并游走于政界权势圈子 2019年 她作为嘉宾出席了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执政70周年的宴会 检方称 中国官员帮助孙文的丈夫胡销建立和扩大了对华出口美国龙虾的业务 并帮助孙文的表亲获得了一份在政府贸易促进机构为期十年的工作合同 中国官员还支付了孙文及其家人的多次访问账单 包括为她在金贸北京威斯汀大饭店预定总统套房 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层下榻该酒店 孙文还曾享受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的私人厨师准备的南京盐水压 孙文的政治生涯始于皇后区法拉盛 后来进入了纽约州政府高层 她的被捕及其涉嫌幕后影响力活动的细节让前同事感到震惊 她和她的丈夫对包括签证欺诈和共谋洗钱在内的上述指控拒不认罪 孙文以150万美元获得保释 而她丈夫的保释金为50万美元 孙文的律师们表示 我们对这些指控的提出感到失望 这些指控具有煽动性 似乎是一起过度激进的起诉的产物 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 他不评论美国国内事务 并称中方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恶意关联 诽谤或诋毁 孙文辩护人表示 他们认为孙文的行为反映了许多美籍华人的看法 并说有些行为可以有更无害的解读 他的职责包括充当于领事馆的联络人 但上述指控暴露了中国官员是如何在美国政府多个层面培养关系的 其目的不仅仅是搜集国家机密 这是对纽约人和美国人民的背叛 霍楚尔说道 孙文的行为在纽约州政府工作期间 已经多次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2019年秋天他作为嘉宾出席了中共执政70周年的招待会 这引起了FBI的注意 2020年夏天 FBI对他进行了面谈 质问他关于参与该活动的事情 他解释说 这次行程是他作为纽约州政府亚裔事务联络员的职责的一部分 然而 检方指控他隐瞒了该旅行的资助者 并在多年来为按州和联邦法律要求披露他与中国政府官员的互动 2020年3月16日 随着纽约市关闭公立学校 州政府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应对这场危机 孙文的中国联系也参与了电话会议 2021年 科莫因性骚扰丑闻被迫下台 孙文因此升职 并被霍楚尔任命为父母寮长 但就在2023年初 孙文因向州长通讯办公室请求未经授权的官方公告 而被报告给纽约州监察长办公室 并最终被解雇 关于孙文丈夫胡销经营的酒行 《每日邮报》的报道指出 胡销在法拉盛经营一家奢华的酒类商店 店内售卖市场上一些最昂贵的高端葡萄酒和烈酒 胡销在皇后区的Layvine Wine & Spirits酒类商店位于法拉盛 以市场上一些最昂贵的高端葡萄酒和烈酒为卖点 一瓶30年成的道木尔单一麦芽 威士忌售价高达5200美元 店内还有温控葡萄酒市里面的酒价格高达2万至5万美元 胡销和孙文被指控从中国共产党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回扣 用于资助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 孙文和胡销被捕后 霍楚尔表示他已经协助司法部的调查 并将继续与他们合作 他严厉谴责孙文的行为 称这是对州政府的绝对背叛 曼哈赛特的邻居对他们的被捕感到震惊 一位邻居回忆说 六周前看到超过20辆FBI车辆和警犬队出现在他们的家附近 他还提到 胡建华曾自称是承包商 并拥有多项其他生意 另一个邻居表示 这对夫妇比较低调 但偶尔会举办派对 他们搬来时对房子进行了大量装修 当被问到邻居是否真的是中国间谍时 一位邻居显得困惑并表示 他能从纽约州州长那里获取什么秘密 去交给中国 接下来我们从多个角度 深入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和影响 首先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 这起案件正值中美关系紧张之际 涉及高层的间谍活动指控 无疑会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 一直是两国间的重要议题之一 而孙文的案件则进一步暴露了 中国在美国政府内部的潜在影响力 其次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 孙文的被捕和指控将对纽约州政府的声誉 产生重大影响 他在纽约州政府担任的多个重要职位 以及他在亚裔社区的广泛影响力 使得这起案件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他个人 更波及到整个州政府的公信力 州长霍出尔强调 孙文在他的政策中不发挥实际作用这一点 意在将自己与孙文的行为区隔开来 但这起案件的后续发展 无疑会对他的执政产生深远影响 再次从法律和执法角度来看 这起案件揭示了执法机构 在应对复杂国际间谍活动时面临的挑战 尽管孙文早在2016年就开始从事这些活动 但执法机构直到2023年才提起指控 显示出调查和取证过程的复杂性和耗时性 这一情况也引发了公众对执法效率的质疑 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 孙文的案件对美籍华人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行为是否反映了一部分美籍华人的看法 以及这种行为是否可以有更无害的解读 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起案件可能会加剧对亚裔美国人 尤其是华裔的怀疑和歧视 这对于已经面对诸多挑战的社区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最后从孙文个人角度来看 他从一名怀揣梦想的年轻女性 到一名纽约州政府高层官员 再到如今被控为中国代理人 这一变化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动机和心路历程 他的辩护律师认为 他的行为可以有更无害的解读 而他的朋友和前同事也对他的被捕感到震惊 这一切都为孙文个人的故事增添了更多复杂性和神秘感 综上所述 孙文被控中国代理人一案不仅牵涉到国际关系 国内政治 法律执法 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更是一个涉及人性和动机的复杂案例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案件的最新进展 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深度的分析报道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